各位大家好我今天要介紹的是一個如何 在直播上面做一個雙直播 好那雙直播其實這個東西其實我在早期的時候他去年的9月的時候會有拍一部類似的影片 就是 我們在9月的時候會有拍類似的影片就這樣子的就是說我們有介紹一個台灣的平台叫做這個 叫做這個 STIAS 也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的雙直播的設定 那有一個平台的STIAS他預計在今年的3月2020年的3月以後開始要做 收費的動作 那因此我在介紹另外一個免費的這個直播的平台叫做 這個 Google下叫做restream這個東西 我就 就是介紹這個restream這個東西這樣子 好那我們說到這個故事啊是這樣子就是 其實 其實啊是因為之前有一些 廠有一些網友啊問我說雙直播雙直播啊我就跟他講說啊那就去做 去 就是去那個 STIAS嗎去問他業務就好了 那結果問到的答案就是說3月要付費嗎 那我會打電話去問那總之 就是說 反正意思是說我也不能在上面說太多他們的資訊來也就是說 如果說太多他們資訊的話他們的那個公關就會來關切我這樣子的 好吧 而且他也在強制強調說是公關了不是法務 好吧 因此這樣那我就不想 對他們這平台多做一些介紹 因此我就想說好吧那我們就再開個新的平台叫做 那個 那個restream這個東西這樣子 好我們介紹這個restream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們這個影片要介紹就是說這個restream要怎麼使用在這個 電腦的OPS上面 還有呢如果使用在電還沒有使用在那個行動裝置iOS上面的直播設定這樣子 那 首先應該是我們先介紹的是 這個iOS上面的設定 那設定完之後我們家會介紹說如果在電腦的OPS上面做一個 設定這樣子好第一個是iOS上面的雙直播設定 各位大家好 如何使用這個restream這個雙直播平台在這個 iOS上面做行動直播也就是說如果在iOS 行動直播專用擷取卡上面做雙直播呢好首先呢 你還是要準備一台第一次做設定的時候還是要準備一台電腦就是一台筆記電腦要幹嘛 等下要加這個restream的這一個 金鑰匙跟串流 就是那個RTNP跟串流把貼到這個 這個 iOS直播專用解析卡的這個App MediaLuke Live裡面這樣就可以搞定 角度一次就可以搞定了好我們首先要先怎麼做呢 先準備一台電腦好我們先挑到電腦去 好這是你的電腦那你打Google這個restream 然後你先按下去之後 然後呢請你註冊 好你就註冊 那因為我已經註冊好了所以就直接log in 好就註冊 不對 好註冊之後就看到這個東西 有這個東西嗎你就是新增這個平台 好那有這麼多平台的因為這東西 呃剛有講過這東西他是付費軟體但是有幾個是免費的 第一個是你的臉書個人直播他是免費的還有你的這個YouTube YouTube的直播也是免費的還有Twitch直播也免費的 那要錢的是什麼是下面這些啊粉專直播跟 色函直播要錢 他這個客製化RTNP要錢這樣子 那我沒關係我們先用免費的這個 這個 這個YouTube跟Twitch直播好我選YouTube 啊就log in進去 你就看到什麼就yesyesyes就對了 好要選了一個帳號 好我選這個帳號 好我再新增一個什麼呢 好就save了好我再新增一個什麼 我再新增一個Twitch直播 新增Twitch直播 授權 好啊其實還可以再新增那個臉書直播啦真的沒有問題但是我臉書直播知道的話大家都會看我了所以我就不做了這個其實就做到三直播就對了沒有問題的好我們跳回去 好再跳回去然後呢你有沒有看到右邊這邊呢有這個金鑰我們把鎖在地我們選我們選美國我們看看有鎖在地在哪邊 我們選擇在 亞洲 我們選 我們選在新加坡好了然後呢你把這個 這個東西把它copy下來 我把這個弄小一點 好把這個金鑰這邊有一個金鑰 我們先選這個 亞洲選新加坡 然後把這個金鑰給copy下來 copy下來 copy下來呢你自己寫email 自己寫個email 寫給自己哦 好這第一個然後呢再把它 第二個再把它copy下來 第二個把copy下來 然後也要貼到你自己email 然後你等下寄到哪裡去 寄到你的 現在幹嘛 你寄出去了嗎你等下你iPhone都收到了嗎有沒有看到iPhone收到我等下將iPhone上面的email的那剛剛那兩個兩順東西貼到media live 這樣就會搞定了好我們 我們繼續去看下去我們這上面已經有了嗎好 好這是iOS專用擷取卡嗎我們看一下 你看這個這個是那個攝影機 看一下有命運動到嗎 沒有問題這是 畫面是來自於攝影機的 是來自於攝影機好我們來實際做操作 好 我們先到那個把你gmail叫出來 gmail gmail有兩行嗎第一行要把這一個把它copy下來 第一次比較討厭 把copy下來 拿到到那個media link去貼上去 這邊 新增 RTMP 貼上去 好我們現在到最小的話再去把email叫出來 剛剛的那個最後的金鑰把這個copy下來 我們再到那個media link去貼上去 這個 好這樣完成最後就一個這樣 我自己亂取名叫做RTMP這個好 好把它接上去 那我們選擇說你要直播什麼我們先設最低啦720b 他其實都沒有問題啊 那我就設一個這個網路不好就設720b 呃 3000好了 好啊我就開始直播 最後一個 Restream DDD這個 按下去好他就開始直播了 直播呢我們再回去看一下那個 我們再去看一下畫面好我們看看電腦上面是不是我們來看看是不是真的雙直播了我們跳回電腦上面看是不是真的直播了 好 啊這個是這個 畫面嗎有畫面對不對好我們來實際測試看看我們看看YouTube是真的有 切換帳號 我們看看是不是這個YouTube直播 好我看一下喔 好這個有嗎第一個這是 YouTube直播 好那第二個我們來看看Twitch Twitch 好這看一下Twitch有沒有 好 好有看到吧 Twitch也有直播啊 還有這個YouTube也有直播這是YouTube 好這是YouTube 然後呢這是Twitch好兩個都有 所以我們就打到了 雙直播的目的就對了 好我們再回去 所以說你用這個方法 用該這個Restream的方法就可以在這個行動裝置iOS上面做 行動的雙直播當然這軟體是要付費的啦 就是說有幾個情況上付費就是說如果你用臉書的這個 你用臉書的這個粉專直播跟 社團直播這道錢 那如果你是用粉絲的個人直播 還有用那個YouTube 還有用Twitch的話是可以達到三直播 免費的不用錢這樣子的 所以那當然你要做商業的這個粉專直播跟那個商業的 社團直播就要付錢給這個Restream的這個這個平台 那我們就是介紹他這個技術的教學這樣子 那實際付費的話請你還是以上面網頁為準就對了 好這是第一個那個由 IOS上面做行動直播的介紹 我們剛剛看完了IOS上面的設定 那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是如何在OBS上面的設定 要的道理我們還是從頭到尾再一次 然後我使用的是一支攝影機 Sony的攝影機 還有這個是Felibon169的HMI接取卡 然後插到Mac的筆記上面做的筆記電腦上面做個設定這樣子 好那首先你將你的Mac的 HMI的攝影機打開來 把你的攝影機打開 將你的HDMI 連接到你的 截取卡上面Felibon169的截取卡上面 連接上來呢然後之後我們到 電腦先到這個OBS上面做簡單的設定然後再去做雙直播 好我們在到電腦的OBS的時候 先打開OBS 反正你會看到這樣的畫面就對了好這是OBS這個畫面是來自於 攝影機好這畫面是來自於攝影機 這樣子有沒有看到好 好那我們來做雙直播的設定 在這裡情況是說你一定要對於這個OBS要有所了解 已經有做過基本基本的OBS直播 你才能看下去管話你一下看不懂的啊 一定要了解什麼叫 最基本的OBS直播曾經做過 好那在這情況之下才能繼續看下去哦如果你連OBS是什麼直播都不會的話 拜託請你不要看 因為你會越看越複雜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把OBS看到這樣的畫面 出來之後我們要做雙直播 我們再跳回那個 那個 雙直播知道Restream這個東西 好那個Restream又壓下去的時候 我們再壓下去 進去 好那我們我們就有登錄了嗎 你第一次登錄了不知道你就進去註冊 就去註冊了免費註冊了 那我們就登錄了好 進去了 那進去之後他就說你要做什麼雙直播平台 這些都可以免費哦 這些都免費給你的哦 好我們這個我們就做 我們做三直播給你看一下 我們做FB直播 好就按yes 好我們繼續做再繼續增加 繼續做直播做什麼做twitch直播 增加twitch 授權 反正一路上都是y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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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對了 好那繼續呢我們做youtube直播 好就允許 好所以他就有做三直播 三個直播 你現在你現在又像你現在看到有三個直播 有一個叫做fb直播跟twitch直播跟youtube直播 只是我跟你講這個平台比較吊詭的地方就是 他這個平台啊他是要錢的 他這平台上要錢的他是商業直播他是要錢的 那他免費給你是什麼 他免費給你的是那個 fb的 個人直播fb的個人直播跟 youtube直播 youtube是沒有問題的 twitch就會免費給你用沒有問題的 那什麼要付費呢 我們來看下去 他要付費 比如說我們看一下 他哪些要付費 他上面這些是免費的 fb這些免費 他下面有一個要付費啊 就是你的fb是 各的那個 粉專 粉專就是public page 還有你的社團 這要付費的 那還有什麼 還有你用rtmp 就是有些平台是用rtmp貼上那種的 啊那個人也要付費 那如果你不是那樣子的話 你想要遵守上面這些條件的話 那當然就是 就是免費的這樣子 那我們通常都是用上面啊 上面免費 你要付費的話是多少錢呢 我們再回頭看一下他付費 他其實也沒有很貴啊 其實真的很便宜啊 就是 你今天聊說粉專的直播他就很便宜 就是一個月大概就是19塊美金 你爽再付不爽就不要再付了嗎 那如果更adplace一點的話 還有就是49塊還有99塊的 還有更厲害的直接 更多的那個更專業一點的 就是還有更20個直播啊 還有5個rtmp連結啊什麼什麼的 還有3個rtmp這樣 反正其實一般來講你49塊應該可以搞的定了啦 ok那裡頭最多就是一個月1萬塊 那1萬塊是很屌的啦 就是10個直播這樣子 好 那我們不管我們先做免費給大家看一下就對了好 好那你看 這邊 你看右手邊這邊好我們把我的人頭移開 好你看 你看到右手邊這邊有這個金鑰嗎 有有沒有看到那個rtmp跟這個所謂的金鑰 你就把這個下面這兩串東西把它貼到你的OPS上面就可以了 我們來貼一貼看好把貼到你OPS OPS這邊 串流 好我們就貼這邊的自訂OPS貼自訂 然後貼把它貼上去 那下面這個金鑰也把它貼上去 把剛剛的那一串 那兩個把它貼上去這個貼上去 好到你這邊就把它貼上去 好就按確認了 這時候你的直播就是你現在的OPS就是 你的OPS打到那個第三方那個雙直播平台 那個雙直播平台 打到youtube跟fb 還有那個twitch這樣子拿三個這樣子我們來試試看 開始推流 然後你看到這邊推流的時候這邊就有綠燈了綠燈之後 你就看到這邊我們這樣可以跳到剛剛那地方去 這邊有畫面哦 好你看有畫面了哈 有看到畫面之後我們再看twitch直播看有沒有畫面 twitch直播 這裡有twitch 喔這句有畫面了然後呢我們再看英俊本有沒有畫面 畫面 啊YouTube也有畫面好我們再看fb有沒有畫面 我現在進來我再做雙直播測試啊 好進來的話 不好意思再做雙直播測試啊你看fb有畫面然後呢 這個 推曲有畫面還有 這個YouTube有畫面就達到三直播好 我們要停止掉所以說你可以用這個 所以說 所以說我們可以今天可以利用這個 Restream這個平台免費做到這個三直播的設定 那當然呢 他是商業頻道 他是商業的頻道 他免他免費的只有讓你 臉書的個人直播跟 這個YouTube直播 還有twitch直播 他沒有辦法有一些有限制條件的 那些限制條件是他要賺錢的地方 那你要給他賺嗎 你今天做商業什麼就是要給他賺嗎 這沒辦法 因為你30多是要賺錢嗎 那你 使用者付費 這是理所當然的 好這就是今天簡單的介紹雙直這個雙直播平台 Restream的這個教學 謝謝 謝謝